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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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上 NEO早上 NEO早上 嘩 終於來到 Happy Friday 是啊 期待一年了 今個星期五 期待了 其實下個星期五 就已經平安夜了 是啊 好像是很晚 但是做冬天好像是打風 而且今晚的氣溫又下降 這兩天下降到14度 所以多穿幾件衫 你立刻轉短袖啊 是啊 感受一下寒冬 我想問冷氣症好嗎 就知道 沒有啊 哈哈 沒得弄的 是絕症 是死症來的 真是糟糕 所以立刻先弄短袖 昨天就濕到內褲 哈哈 這麼嚴重 我還沒看到這麼熱的夏天 這麼熱的冬天 我想說剛剛我送女兒上學 現在才下花 嗯 你明白我說什麼 現在才是 整棵樹的花 慢慢開始下 剛剛變成秋天 所以天氣真的很暖和 也很反常 端天氣 所以珍惜現在還有香港還有四季 遲些未必會有 遲些一整年都不下 長期春天 好像泰國 曼谷 這樣就爽了 大家不用去旅行了 是啊 去九龍灣拜四面佛 有嗎 有啊 你不知道嗎 我真的不知道 有一棟四面佛的 那裏 高銀 那個叫什麼 高銀 高銀好像是 好像是 是啊 讀信這些東西 是啊 那裏真是很像 什麼 Santro Santro 那個位置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大家記得告訴我 什麼Santro 21那裏 不知道在那裏 那個位置 那個四面佛 拍照很像 是啊 整個紅衣軍那裏 紅衣軍那裏 有炸彈 是啊 所以 很像的 大家可以過去那裏 拜一拜 OK的 都有一堆泰國人為主 有遊人的 真的有留在那裏拍照 拜神 這樣 好 我們先說一下焦點 昨晚美股其實都是 粒粒的 市場都是預算聯儲局 因為其實 昨天聯儲局 正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市場是要夾 所以可能都已經反映了 看到儲局加快退市 英倫銀行 加息 美股先升後到跌 科技股又捱沽 看到今早港股這邊 已經開了 是呀 報回恒指星 做了23,463點 跌11點 成交對盤71億 是的 所以應該預料 今日的指數 都在23,400附近 即有些增持 預算是偏遠一點 昨晚道指星穿過 36,000 其後走勢反覆跌29點 標普跌41點 納指急跌了385點 所以科技股要留意 因為昨晚看到那些MAMAA 全線下跌 包括蘋果、微軟、亞馬遜 還有META 即是Facebook 還有半導體版 總共產品也要下跌 看到中概股也是繼續弱勢 例如像Baba Baba昨晚ADR也下跌2% 網易也下跌了2% 另外車股方面 Tesla 就說有望得到紐約警方1200萬美元訂單 這些是十碎 1200萬 這算是跟政府相關的 都是一件好事 我想最最後一刷是沒有電 應該不會 所以它應該會更加完善他們的充電設備 一定要 不過後來後來股價都是先升後到下跌 收市跌了5% 香港就反映了出來 1211現在跌1.3% 現在開始看整堆汽車股怎麼走 最近的汽車股都很弱 是啊 真的有點失望 感覺上轉小 比阿迪不單跌穿招股價 還要穿了100點線 感覺上還未有起飾 說到100天線 大概是274元附近的位置 到今早早還未上升 174元 所以大家都看著這個位置 看看有沒有機會重返100天線樓上 如果真的不能上升 其實下去看250天線就在232元 不過我想 不會那麼 不過真的 真的不奇怪 真的不奇怪 穿了之前密集區的頂部位置 如果下底部就是232元 其實之前賠完股價賠了幾次上去 如果賠不到下去 人家就不會那麼仁慈 是啊 是啊 我又這樣說 可能之前賺錢的那些 本身就要取回一些資金 年尾 加上可能又要等錢花 你接下來要加息 可能要保持一些錢 另外就可能在某些地方輸了錢 可能在爸爸那裡輸了錢 2269元 你真的要賣單 要計算 可能就要把資金 在這些位置按提款機 按過來補回倉 都是要的 唉 所以難搞 恆子 暫時都在234,000附近徘徊 期指正在升18點 分析出來的成交就70億左右 科子都是繼續弱一點 跌了接近1% 一開已經 跌了46點 科子是5,775點 另外的油方面就升了一點 昨晚升了大概1.51美元 就是紐約其油 但是美元就回到一點點了 金價就反彈了 紐約的二月期金就升了33.7 開始捱回到1,800美元的水平 是的 怎麼看呢 Leo 星期五你不操作 你說你星期五不動的 最多是短炒 其實看消息炒 有中雜集團2039 是 有消息聯手煙台國風發展風電和海洋的波浪發電 做這個新業務 看看會不會在底下爬得到 走上去 2039 另外就 968和868 大家一起搞多精龜 拿33億 兩隻刀都在低位上 其實 看看有沒有力量可以走上去 是的 都是炒 我想市場也會保持炒電力 即是習大大力 你知道 這麼大力推的時候 有些資源介紹過 611這些其實都在搓 我覺得其實大家可以留意 1811都是 1811其實走得相對於smooth一些 但是611就卡小 如果走的話 我其實倒 都是倒一隻611多一點 因為只要不來幾年 內地就想建多些核電廠 核電的技術 設備 相關的PASS 就是611搞的 大家可以看實 我覺得這個消息 說真的 做百多座核電廠 有多少生意落到 但是CAPSITE 炒這個概念 怎樣都會 如果是動 或者是借題發揮 大家可以留意 逢低位就可以吸納 這隻611 OK 接駁去 看什麼位 其實我覺得8毫 你見8毫子都可以進了 8毫子已經抵抵了 另外一部分 當然經常都說 沒有成交 股票又不是人 這兩天就 正如今流出 你看回盤 其實都沽得快 所以你說 是不是很多人買這隻貨物 其實暫時不是 Vicious 就是一個有你的訊號 太多人買 可能就沽了給你 沒有什麼人買 才有機會再抵抵上去 這件事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611 我一直覺得 看看今天會不會多一個貨物 如果是 或者見到報紙 可以想一下 再抵抵一點 然後再抵抵上去 就有肉食了 OK 好 另外焦點就是2269 美國將解放軍醫學研究院等34間中方機構列入實體名單 但主要都是一些大陸的公司 其實當然是大陸公司 但在內地上市 例如深圳上市 上海上市 海康威視 警家媒 我就不太認識 A股市場 不過我看到 有些深股通和戶股通的資金流入 即是南水北調 不是北水南下 炒A股 實在是正常 美股跌 港股跟跌 美股升 港股不跟升 反過來 大陸A股上 港股又不上 大陸A股跌 他就跟著跌 港股就最跟事 是反向 是 是 很準是嗎 很準 是不是都可以跌 是 是 是 若明今天就跌了5.1% 他自己也都是 發了一聲明說 不知道自己如何跌 是 但始終都是 大家的恐慌 我看見到今次的混亂 因為這種消息 一鼓就騷動 大家都覺得是他 這件事是重點 我想都是先擔心的 說真的 是的 但是 再出現好的消息 但是你問他要不要跌 之前那些位置 那就 100元 其實都差不多了 100元 差不多了 上次最低是去到 90 73.65 是的 93 現在再跌 現在做95元 都是那一句 輸肯定有你的份 但這一彈就到位了 真是害怕 不夠膽 是的 我那天他穿了 還沒穿80元之前 80多 我也想打電話 但他看見他 哇 賺下去70多 那又很害怕 73 即是下不了手 不夠膽 再彈回到害怕 看定一點 如果真的列入實體的清單 就會 GG 真的50元見的 50元的 那你現在就說沒有 很厲害 另外一部分 就是為什麼這麼弱呢 就是看過 走勢 148元 即是 下落 到這個位置 我給你一點彈 其實真的彈夠 嗯 其實都 反映了 即是 當沒有發生過 現在 那有沒有能力 反映上去呢 那這個消息 啊 始終都是啦 剛剛說過的問題 就是 有這些消息 大家都覺得是去 本身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嗯 那 接下來會不會真的有這種行動呢 那真的看兩國之間的 關係有多 啊 啊 多差啦 嗯 既然一一 以至到是 嗯 我們覺得 就是我自己看就是 其實也是 另外一部分就是芯片方 嗯 這件事都是解決不了的 嗯 尤其是如果做生意 牽涉到 啊 Hardware CAD 需要芯片的朋友 我想 感受有心 是 其實好像原來 所有東西都是要芯片 是啊 真的不能不用芯片 有些什麼不用芯片呢 是什麼鬼都用芯片 總之你一科技電子的東西 就要用芯片 我公司是做了香港的電燈柱 是 那些電燈柱 電燈柱 全部都是芯片 嗯 那個Model Board 上面的芯片 全部都 就是香港16萬支街燈 你是要16萬 這些芯片 那沒有就沒有 那麼 所以1211 這些其實接下來 可能 很快 其實之前也有消息說 很快就會 啊 感受到 缺芯片的 真實的痛楚 尤其是對企業來說 那麼大家可以 啊 看看吧 那麼 回下來不是沒有原因的 那麼始終都是升了幾滾 升不上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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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加環有市況 你說開一些車的芯片 嗯 蘋果呢 就是為新的辦公室招兵賣罵 是 打造自然無線芯片 哦 那麼就話說呢 就蘋果就在美國的加州南部 新的辦公室呢 就招聘工程師 去開發無線芯片 嗯 那麼最終可能呢 就會替代兩大芯片廠啊 博通和Skyworks 供應的產品 那麼就有分析師說 認為呢 蘋果公司製造無線芯片 並且試圖擺脫對芯片供應商的依賴 那麼就表明呢 該公司在芯片生產方面呢 對其生態系統擁有更多的控制權 那麼 那麼這件事大家都知道了 不過問題是 是不是真的擺脫到 是 是 不過我相信蘋果這麼大的公司 它的技術是真的OK的 問題是它是不是很有力地去做 還有大家都很期待它未來 不知好像2024或2025 出產的Apple Car 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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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知 我想這個也是挺關鍵的 對一些的汽車 尤其是新能源汽車 他們在標準裡面 那個排名的排序 究竟可以走得多前 走得多快 對 就是 那個時候是說要侵略 最近這樣說的南京大屠殺 日本人當年就覺得要統治全世界 首先要統治中國 要統治中國的話 就先要拿到東三省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這個汽車生態裡面 是不是真的要拿到這個芯片 才可以統治全世界 全宇宙 其實是的 因為芯片太重要了 基本上你搞什麼 就是不要說什麼 我們的飲水機 就是你經常看到Office Watson 是嗎 都有芯片的 都有芯片的 基本上你電子所有電子的東西 其實就由一塊芯片去運算 那個營運 不管是HIGH TECH還是HOTEC 所有你按下去的那一刻 那一塊就是 沒錯 就算你弄的蒸氣機 放在桌上的 中環OL 噴面的 即是說待會房間濕度高一點 那些 Sterilizer 全部都要按鍵 然後變色 全部都是芯片 所以其實沒有芯片的話 大家就回去石器時代 真的 噢 原來是這樣 不用打仗了 不需要 把芯片都拿掉就可以了 可以的 所以台灣為什麼想 這麼多人想打台灣 也不是很多人想打台灣 為什麼台灣這麼重要呢 因為他們的芯片技術真的挺高潮 另一部分就是海港 就是可以決定這個島鏈 不用被人圍繳 這兩件事都是關鍵的 別人都害怕的 所以沒有芯片就麻煩的 另外如果說芯片 就不能說981 不可以不提就981 是啦 今天就好一點 雖然所有高層都差不多走了 都是啦 981其實都好像被人制裁了一段時間 在享受這個制裁 還沒脫離 雖然不是享受 這件事沒得享受 是 被迫著 今天帶了2%多上來 沒有 其實都是繼續走差 你唯一可以做的都是供應內地市場 不知道可以捱多久 真的不知道可以捱多久 這些 不要搞啦 如果真的喜歡芯片的 你也可以去找AMD NVIDIA那些算 我帶了AMD 這陣子會很厲害 是呀 但我又覺得真的沒有的 給位你買 這些東西都是慢慢儲存 慢慢儲存 之前真的升得很急 大家看看 其實你不知道沒有東西要買 香港是不是沒有 除非那些晶門 那些 最大已經是中心 中心是最大的 整個中國 然後沒有啦 如果要找晶片股 沒有啦 只有1347 就是你那隻ETF 就是ETF 那隻ETF主要是外國市場 對 台灣 台積電 對 香港那些 除了中心 其實都是做Trading 就是之前說過 是呀 晶門啦 大多數都是買回來 轉手 所以你說真的自己做的 其實不是太多 是呀 不能選擇 所以說真的 又有 就是 是晶片方 但是為什麼這些會跌呢 最主要真的 的而且確 第一技術不夠高 現在賣得貴的晶片 是0.0000001納米 即最先進Tag 即是台積電那一隊 那這些說 整塊冰冰波板這麼大塊 就是 喂 不是用來做冰冰波板 就是另外一個東西 大家要看著工藝去做 是 是呀 就是 你昨天 整行 都在找那個財演出 尋人 全行都有尋人 很棒 很搞笑 出了很多名字 知不知道 是不是呀 那些名字都拗了 是不是呀 然後我說不是吧 不會是他吧 然後就 這一頭被人傳完 那一頭就見人出來澄清 是啊 真的很棒 好搞笑 但是 但是 卢先生真面目 知道了 原來 甚至誰也不知道 看看是誰 又不要打落水狗 哈哈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 不是想打落水狗 馬嬌 是馬嬌 是女性來的 是女性來的 可能是男性 我真的猜不到 應該是內地人 這些名字 隨嬌的朋友 是啊 香港 如果有沒有朋友叫馬嬌 如果有 都應該被人欺凌 如果不是金融界 就沒事的 是的 做人始終 就是有些記錄 就代表你在這個世界 有存在價值 存在過 是的 有存在過 未必有價值 但是存在過 是的 現在個個都知道 馬嬌是一個財源 到底是誰 真的不知道 你講哪個道理 小禎說了 真的不知道 哈哈 我也想知道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話 我也不懂他 真的不知道 然後我問了很多朋友 你認不認識 沒有人認識 即是說不知名 不知 喂 沒有人認識你 其實人家也沒有批評自己是財源 是的 為什麼有人說 是你們說他是財源 因為Facebook有一個 多人看的 算不算是博客 Page 對 總之是一個網紅 是的 就說有一個財源被人抓了 是 大家就向財源 即可能是他的認知和我們的認知 是的 那位是中環十一笑 是嗎 是的 最先是 是的 其實他為什麼會知道是財源 但最後不是 其實他應該不是財源 他是一個普通的 可能是一個 In-house的分析員 也不奇怪 當然 財源是有定義的 以他的定義的 他都是一些 還有很多 你覺得他是財源的 他說他自己不是財源 好像我 我不是一個財源 是的 現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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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力加通道 是的 經常都 保力加大王說的 我只不過是引述回他說的 是的 小弟就不是一個財源 很多人都變成賣 還有一些綱號 對 只有過程不說 不 我說名字有綱號 那些默叔 會被人覺得 默叔 還在誰 還有 我們有三叔 你知道嗎 三叔是誰 KH是三叔 那些 你知不知道 古壇三叔 九哥又是誰 我不知道 那些 手振三叔 是不是 三叔和KH 是的 因為 晚上KH在前兩天 他穿了一件 那件衣服很像杜鶴威龍 三叔當孝公的時候 那個衣服 被一眾的古民覺得好像網絡的古民 就說他完全是三叔 還有這個校功的感覺 桃鶴威龍那位校功的感覺 加上是守陣 被譽為古壇三叔 真是搞笑 其實也很搞笑 牽涉到三間上市公司 都是Jankboard 有一間是刺哥那間 另外就是金匯和超繁網絡 分別都有高層被證據 落案被捕 都是一些show call 近來大家都在說 花生事 我們都見過的微信旅庫 真的 其實最近證監是快了很多 是啊 證監和聯同那些 新加坡都有 是啊 新加坡 CCC一起去做 財富情報科 是啊 很有心地去做 大哥 他動員了一百多二百人 是啊 去查這宗案件 所以其實看見是很努力的 就是真的在做事 是啊 看看相關的股票 都是平牌的 8.1.2.1 和8.4.9.3 全部都是創仔 是啊 大家看到的圖就知道他們之前做過什麼了 啊 都沒辦法 就是這樣 是啊 都是有些風險 嘩 只有一百一一很漂亮 一百一一 是啊 剛才你說的 那六一一和一百一一 那就是 Leo喜歡六一一多些 不過一百一一都很漂亮 創了月內的高位 上到百元樓上 是啊 一百一一的體勢是繼續走的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 即是吸少少啦 那跟著的勢去啦 那六一的玩法呢 只不過是 啊 坐在這裡坐緊 嗯 那先吊一下雨 吊一些貨物出來 齊齊呢 就應該行的了 是 那Caps 應該一爆 就爆得幾快 那兩隻都是看好的 好像剛剛所說 那最主要都是 都是沒有什麼 就是習大大 現在其實很正 就是以前炒政策時 都是有一個緩衝區 就是講完之後 慢慢整個都一起跟上 是 現在是講哪樣呢 就那些錢會不會很嚇一聲 是 其實都顯示到些什麼呢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習大大 的威嚴管治 嗯 即是沒有人敢說 嗯 大家都可能知道 過去自從打貪之後 都沒有無數的貪官 就是 就是 舔死 不是判死刑 是 不是判死刑 不過是捉得很快 所以其實 威嚴管治 呢 習大大已經 manage到 就是 講一 你就真的不要跟我說二 是 還有你要做多 不要做少 要打擊這個教培行業呢 就盡情打擊 打擊完之後 再畫回新規則 這就是一個例子 我覺得其實是 很有效 但是會不會有時候太有效呢 做過了頭 這件事 先不論 是否缺乏一個專業的判斷 因為事務大小都親力親為 精神上當然是學家 但是去到炒板塊 大家就跟得足少少 就是一搞電又搞煤 之前煤就堆了下來 電又彈了上去 現在煤又流行 昨天就是演奏煤 好瘋啊 1711 大哥 綠色智能擴散 1711 是的 綠色智能擴散 那個概念 我真的不知道綠色怎樣智能化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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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認知 你明白嗎 老人癡呆 我剛剛 我是 就是沒有了這個認知 什麼來的 我真的算了 我真的愚昧 可能我又無知 那一刻我覺得 為什麼綠色化 我想像不到 是的 當然 方記這件事真的想像不到 就是元宇宙 你十年前 你可能 不是的 十年前都應該想像到 因為真的有氣 已經有matrix 是的 有氣去做 什麼 minority report matrix 很多 然後 現在有什麼 配合1 那些 所以 比較容易聯想 是的 但是 綠色智能擴散 為什麼綠色智能擴散 我真的想不到 在抗上 形象化不到 我是 種草 簡直是 顛覆了我們的思維 這些概念太新穎了 我在Discovery channel 是看不到 我也想知道 是什麼 大家可不可以 有看過分析 今天是輕鬆一點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告訴我 綠色智能擴散 是什麼 是的 有沒有一些形象化的東西 大家如果有這麼多youtuber 不如點個影片 何為綠色智能擴散 是 我都很想知道 他的管理層 究竟是怎樣去 去定義這件事 就是 我也想知道 阿澤可不可以拍一條 就這樣說 今天叫娜姐 綠色智能擴散 綠色智能擴散 為什麼綠色智能 我就是說 會不會就是整班 抗工上班時 就很智能 這個就是 打卡機 打卡機 這個就是剛剛說的一件事 其實美麗中國也是那些 但又要減碳排放 但你又要繼續去挖那個礦 這幾件事是不拉奸的 有衝突 有矛盾 有矛盾 他就把矛盾融合在一起 可能他用一部很厲害的智能挖礦機 走入山洞裡 抗機是綠色的 難度是這樣 污染是比平時低的 當然一定 一定 排放一定是 一向都有標準的 污染是什麼呢 其實水源污染 你骨軟礦是 第一是灑水 不要有塵 那裡已經污染了水源 另外洗礦物 你也是要洗乾淨才能走 這幾件事是肯定污染水源 怎麼會不會污染 可能水源就要過濾 抽出污染物 那你就增加了成本 我真的不知道 中國的黑科技太厲害了 太強了 想不到 所以我不明白為何他昨天可以炒得上來 我覺得搞煤 一向都是 煤電聯動 十幾年的 這個概念 是 煤電聯動 近期你看到的電鼓 其實走得很漂亮 新興能的電鼓 或者準備要轉型業務 中國電力今天很英俊 還有836 今天也破頂 破頂回了一點點 但他們倡議的就是減炭 減炭 燒煤就是造炭 如果你煤電聯動的話 應該是用少一點煤 用其他新興的資源 例如風 光復 核 好像我們今天這樣炒 611 輕 怎樣計算都未到煤 我覺得會不會純粹是炒煤的波動 如果炒煤的煤價波動的話 或者是產量問題 供需問題 供求的問題 那又未炒到這麼個別 一七一日又未至於升到這樣 所以 我自己 我不懂 我想這些都是北水喜號 是 那 他們都很聰明的 所以 他們自己作主 你說其他煤股那些 1883 不是1883 188 188 我都不記得 1898 中煤 都起動的 1898 演煤 還有神華 1088 1898 是 是 都是起動了的 嗯 我不知道 資源股就這樣的拉升 真的不知道升什麼了 我想最主要都是因為 有些個別公司的戰略干擾 嗯 大家看著 昨天 轉移 都 有 一億股 很少的 說的是17億的轉移 所以其實都有資金 留意 但今天就剩下來了 回到2.3% 有買的朋友就看著了 因為其實呢 之前的頂部就17.92 那昨天 爆完一個人上來 都偶了這個位 不是太動 自己小心自己倉位 那麼 我們先回答一些問題 好 看看先 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趁現在就 看一看 對啦 隨便問啦 隨便留言啦 留言啦 留言啦 幫到就幫啦 幫不到就沒辦法 300.0全高嶺入股 為什麼買不買得過 為什麼買不買得過 高嶺入股全 對啦 重點你都說了 就是全 哪個全 我自己沒聽過 對啦 你開始全了 是嗎 由你開始 由於前輩股 一會上20% 我已經叫大家有壺就吃的啦 那為什麼呢 講了啦 那天 Ratual 50億啦 但是 Turnover 一旦上來 其實已經 那天是 八幾億的Turnover 如果我要走 我拿了一手貨 Discount了 兩個四 拿貨 我炒到去差不多三元 我沽了的話 其實我已經賺了十億的啦 嗯 那 是啦 就是這樣啦 就是會不會 那天講了會不會好像708 那樣玩法啦 就是 沽了拿貨 然後扔了出去 嗯 公司是賺了錢的 因為公司有五十億了 現在 朱共山很開心 嗯 另外就是 PACE賺了錢的 因為賺了你十億 那是 那條街就賣單了 嗯 講完了已經 那今天回到2.5% 昨日又回到 那又 那三元 如果高位接貨的話 最高是三個幾 是 那三個零半 那如果高位接貨的話 其實已經輸了十多個% 嗯 是啦 那如果全真是OK的話 市場也不是這樣,高嶺進入,高嶺玩開的,即入得多少呢? 我不知,高嶺最主要都是A輪B輪PI,最主要其實就是NGO Fund,市役 Fund,A輪 那會不會是去到這些市值再入呢? 如果是七、八億進入,為什麼我不進入剛才說的那一款,8、6、8? 信義什麼呢?那間合資叫做信義正規,兩個三十四個正規 不如我進入一間剛剛開播的,走過去求一齊玩 以他的名字,走去這些公司,R.E.D.D. 我想怎麽都會給他一點點 那三八零年會不會進入呢?我真的複雜一下 如果是真的,不會高嶺回,可能市場反應 但讓我知道,不止拿了Pacement,我會繼續掃 所以如果真的,當然會反映出來 但我不知道,我不太覺得是 傳而已,昨天也傳了很多個裁員出來 真的有沒有我份呢? 沒有啊,我沒聽到啊 有啊,我是傳來的,在個群組裡 但明明是他一個人凍在那裡,在做節目 就是不出名,真的 昨天被傳的那一對,全部都出名 是,真的,真的 是,真的 真的出名,一說就會知道 是的,都知道他是的 那大家可以看看 3393,衛城控股,扯了兩棍 好像是昨天出了News 跟中國電力進行了一個戰略合作 是2380 所以就幫幫忙打算可以 扯了兩棍 最主要是扯錶儀、氣壓儀等 幫忙打算撼東西,我不知道 扯了兩棍 但這個RSI14都高了,超賣的 因為從來不動 動得很慢 小心點 歷史18年頂位是4.27 但如果真的要買 為何不再看2380呢 配完首貨之後 就升了一元多上來 今天最高到5.38 之前有人問有沒有去 我都說繼續去 2380 兩件事 配了一手飛 就炒了 另外一部分始終要看 就是近來這堆電力股 走勢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去到這位置 我覺得是做繼續走 繼續看著 3393 其實如果你薄的話 可以溝少少貨 但自己真的要看實 1211會不會紅 其實我們已經說了幾天 我記得的話 應該是 是啊,好像還給了 紅仔也給了大家 是啊,大家看看 大隊 是的,我們早上也有說過 所以其實1211 我覺得昨天都說要看位 是的 如果是1211 現在這樣的勢 昨天既然彈了 今天再下 其實再下的機會 應該是大一點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 但是今天星期五 有一點雜細 如果是 週末 是的 但現在是日期高 是 想回到270元樓上 變了 你就要小心點去處理 這樣 可能你要少注 少注 這樣放下去 是的,不然下星期就想 你炒了即時 那一轉已經 一開波 頭十幾分鐘給你了 真的要炒大隊的話 會不會加勁隊就700 700 似下 似下落 似下落 因為他穿了 12月初 那個低位447 447 今天444 哇,差三條四 是的 死得 真的死得 那麼繼續去 可以放下去 有沒有些號碼 可以放在袋子 應該有嗎 我看看今早 Ebby有沒有給 剛剛忘記說 2269 其實會有些 心想 彈了兩棍 就會想 配搭它 我心想 因為它正在縮 剛才94元樓 差不多95元 現在只剩90元 也不知道90元是否守得住 2269 可以給59097 大家參考 這就是瑞通 全場最近的紅症 就是若名的紅 是的 那至於700 700 那我即時找 700是想 紅的 嗯 是吧 那如果700紅的話 就有隻十倍槓桿的 483元收回 是 那這隻就是 53955 那現在還有八仙六 贏兩成二的了 那十倍槓桿已經給足了 已經 給足了 那距離收回 38元 7%左右 那自己看了 這隻都幾受歡迎的 53955 700的紅 還有海邊 可能呢 3690 紅它 你又覺得是否OK呢 3690 都是文紅 我覺得是OK的 是嗎 其實七寧營酒 其實 吳拉、恆子 下個星期也沒有人走 喂 不是啊 它又真的碰到底部 剛剛就是三個底部的位置 最近的底部位置 再底部又回到 約肉視潛底 真的 郭Sir所說 是啊 其實只差兩格 就穿 穿了 229.2 好像211 這樣撐不住 就會深一點 是 不過 穿就跟 穿就跟 是啊 那給我看 它現在是2、3天 上面的裂口 是什麼位置 雙邊的裂口 我定過收回價 定在 260 260 是 260 那給這隻 6倍到槓桿而已 260 都有個代 是 57203 是的 這隻就是 美團的紅證 57203 因為現在做了6,9 升了三成 那麼多 那就260元收回 自己留意 7月尾到期 390 那 次過拿錢不走 等一下 其實那天 我們做節目也說 嗯 真的去吃鮑魚 是 真的 死定了 沒有 做這些 大股東 自己勾收貨出來 是 我自己未見過 嗯 所以那時候 真的可以剪一條片 阿澤 讚 大大聲說 死定了 嗯 那 是 嗯 去澳洲就好了 自己勾自己的貨 真的有點誇張 沒有可能這樣做 你肯定死 但是 為什麼他想不到 我想不明白 為什麼他會不知道 他應該不是蠢的 應該 耶穌有句名言 他真的不懂 不是耶穌說的嗎 不是耶穌說的嗎 不是 他就說不是吧 真的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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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好看 喂 他真的覺得沒事 嗯 有沽本我沽下去 嗯 要是他走投無路 真的 走投無路 那這就是 太心急了 是啊 那時候說了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公司負債超多 那我什麼負債 我哄 我填 不如我沽了股份 那間公司不關我的事 你低位 省了錢 或者低位 我再省了 一公十 嗯 當然有些糞便 跟他說 可以這樣做 喂 你還沒包銷自己的東西 是呀 公了 然後慘了 你這個正常是什麼 就是糞便 糞便 就是 不得高明 但這條糞便對一個 喂 他真的不懂 喂 挺吸引的 又有錢 又便宜 我想他相信錯人 然後有齊火 就是真的 他真的不懂 就是馬嬌 真的馬嬌 哎呀 識字頭上 一把刀 其實馬嬌是難的 沒什麼所謂 都是識你 都是識你 因為在佛家的戒律裡面 識是牽涉很多東西的 不是單是男女 是 都是一些 Temptation 嗯 哎 哇 你今天的匯控很厲害 是呀 升了2.4 英國加息 是 0.25厘 三日前 不遠 三日前 又是傳譯 還未講五號仔 是 我們就講了 本台已經講了 五號仔 要看 要留意 因為加息就關於女士 我記得我還給了 因為五號 阿童阿牛做節目 星期三 就說 喂上次那一陣 你五號仔贏得很開心 她說是呀 我說 今次又聯署局意識 可不可以部署一下 她說可以呀 這樣 他好像上次那一陣 就是 裂口相 這樣 真的 嚴重了 還有 給了一對 大家 還有說她那些 卵 卵價很便宜 是呀 她的窩會很低 所以買她的卵 是開心的 是呀 今天最高升了 四十六個秋半 現在回到一點 現在回到一點 46.2 現在升了2.3% 留意呀 會不會繼續走上去 是 是 大家可以看實 就是五號仔 不過她又有點抵死 她是昨天 就是以色會以後 昨天她又動得不多 是 是 今天才來 可能等著發叔的朋友 等著英國 是呀 等著英國央行加起來 這樣 真的加了 發叔 是 那一堂事真好笑 所以我怕被人砍 不是 不是 那真的 真的等不到 內心裏面去紀念她 不是呀 那一堂事真是 成為經典 好 這是搞笑的 成為經典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經典 例如呢 她今天應該挑戰一百米 小一 世界紀錄 之前已經贏了一個 對 贏了二百米 今天她會游一百米 預計一百米 也會贏 大二 真的 很厲害 是 超級飛魚來的 來自香港的超級飛魚 過了幾年 就去法國見了 為甚麼會去法國見 奧運 下一個 奧運就在法國 接著下一個就是 L.A. 我不記得 是 因為我準備買飛 準備買飛 但有十年後的事 差不多 很快 因為你延遲了一年 即是下次去奧運 是三年後 是三年後 是信言的 是信言的 我以為是信言的 那只有三年時間準備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 她準備了很久 一直都要準備 純粹東京延遲了 是的 我覺得她應該要 不是 我說運動員 運動員 她本來四年可以準備 現在要三年準備 但其實運動員 在這三四年中間 其實很多世界錦標賽 還有很多世界賽 每天都在準備 我們同事都在準備世界賽 攝影那個 是 是嗎 她準備什麼世界賽 自拍 是的 有這樣的自拍 那我也可以參加 你也可以參加 你贏了 人人都可以參加 自拍這件事 是自拍的 真的可以的 大家看看 好 回答一下問題 剛剛說了 次哥沒有拿錢走 蛤? 沒有拿錢走? 有拿到 拿到去新加坡 是嗎? 搬來搬去 短時間內 透過幾間空殼公司 但當時都起了二千多萬回來 重點可以給你 有凍結資產的 整件事錯了 你應該去台灣 那就像陳同佳一樣 是的 哈哈 這些 政治不正確 是的 真的 還有整件事 都很多錢 涉及受騙金額 她自己掏了八千 一千七億 不是 一千七億 就是阿里巴巴 一億七 sorry 一億七 一億八左右 幾間加起來 差不多 一億八 差不多 真的沒有 中間 她全部拿不走 又凍結了七千多萬 是 現在凍結了人 現在 看看結尾會怎樣 你剛才說去台灣這一家 又真的 是啊 她去新加坡 跟新加坡警方聯手 當然有 所以我就說 想來到台灣警方 真的不認識的 九到一八 如果 有頭髮 誰想做次歌 是不是 下次有這些想法 她就醒不起 原來可以問一下這個 留回訊息 在TV財經 是的 在留言 問一晚 我們都不介意回答 如果想透過微信旅 可以怎樣做呢 是的 請問這一種藥 可以在哪裡買 不是開玩笑 微信旅股 不是不玩得 哪裏上來 哪裏走 告訴她 是微信旅 follow UpTV 是嗎 喂 我們那天是九號八 叫人走 OK 第二天就 對 不過我想說 微信旅股 她們有一個圖案 總之 她一定先給你有甜頭 是 她不會一來就娶你 是 她要釣大魚 就要放長線 嗯 所以 你剛才說的 微信旅不是不玩得 你真的要走得快 舔一點就走 如果你真的認清到那隻 是微信旅股 她真真正正 之後是會散貨的 是會夾高而散貨的 那你就要在她夾高之前 就要走 或者夾高那天 最高位就走 是的 問題是 找不到 永遠都找不到最高的 你不知道最高在哪裏 找不到 是 跌下來那一刻 你就知道最高是甚麼事 是的 總之也是 大廢 沒錯 大廢覺得 不斷起小盤 不斷上的時候 有四大廢 那你就要走 閃 閃 這群人就是最聰明 是的 這些就是跟風慢車邊 就是我們的觀眾 是的 OK 就是用這種方法 好 中國漢王 都是一些鏈子 那些東西 今天彈了9% 其實都會 其實可以看看 星期繼續看著她 我自己覺得 這隻東西應該可以爆上去 那麼 下個星期看 那今天都沒有甚麼好看 歐一歐市盤 那 是的 下個星期可以跟進這隻 是 276 沒有貨 沒有貨買 沒有貨買 那怎麼辦 你想買 其實還有貨買 沒有貨買 我猜是 我猜是 我自己覺得這隻 昨天看了是OK的 如果它有抵抗 那當然是更加正 看一個低穩買 這些其實等它抵抗給你 薄去炒 就像Helen 三葉草 那三葉草都會 三葉草的那麼多 都不是會很多 是 剛才回得多一點 是 不過它很抹抗 很偉闊 是 另外就是 279 雍和 已經升了幾天 這隻又是那些 新股Momentum Trade 是 是 是 也是 都是 炒功求 對上去 還有什麼特別好說 這隻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好說 這隻純粹公求 是 因為爆了 唯一一隻近 這陣子 是真的抽爆飛的一隻股 看看可以對多少 升多少 這些很難說 三八百 三八百 沽不沽得 三八百 沽不沽得 夾 三八百 夾高 我覺得這個位 上次我們叫沽的位置最漂亮 就是 四七幾 四七零 那個位置 都十幾元下來 去到這個位置 走兩邊都可以 放不薄 薄相 有點尷尬 薄相又不是薄 又下不了多少 又是今天 其實你日曆又不行 是啊 真的要看下星期 看日曆 真是 九六八爆炸 堆下來 對 開市都沒有什麼 嘩 什麼事啊 他突然間失控 什麼事啊 看看線 有沒有人知道什麼事可以發訊給你 跌出了五十天線 是 什麼事啊 大隊 不知道 落到他前底了 前底十三個一毫多 他剛才十三個一毫八 是 都大廠隊下來 大廠隊 什麼事呢 會不會有一隻被列入實體清單呢 是 還是內地監管 真的不知道 如果有消息可以分享 大家看看 一三三七 女蛇 兩個 二六八 跌下五個百分比 左右 繼續向下分享 沒有啊 那時候都是高位 叫大家先吃了 搞到這樣 其實都沒有什麼可以提 兩元有貨 近來的消息 是好是壞 兩元有貨的話 其實都是那句 之前是吃糊 不吃 就繼續是這樣 慢慢上回來 很正常 有版本來看 例如 之前 蘇豪中國 那個私有化 不行就不行 是 後來你炸到沒有了 那私有化 不行的那些股 通常都糟糕的 所以 為什麼叫大家吃了 那個風險不想冒 就是你不想冒 它失敗 既然都擠了上去 嗯 贏你又不會贏得多 那為什麼 即是 搏上去呢 先吃了 五九二 一元 是的 可不可以賣入 五九二呢 啊 啊 那幾樣事情 其實轉倉呢 其實轉倉呢 都是以 我自己看 很個人的見解 啊 啊 由 一個三五九 推下來 那段時間 即是 十一月尾到現在 其實看轉倉呢 我覺得 吸的 比較多 就是 再偶回一些 個位接貨的盤 那 吸齊之後呢 其實可以走 那你說 這個位是否低位 我不敢說 但是這些位呢 啊 再向上的空間 會大的 那短期 啊 你只有兩件事 要不就是 捉底 勾底 鬥上去的位 跟呢 就風險沒有這麼大 如果這些位呢 就這樣看 其實做 做可以走低一點 那 一元薄不薄 就自己想了 嗯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位 是可以跟著它吸納的 嗯 那自己就看一看啦 五九二 還沒炒完的 是 1053 今天有些異動 即是重降 是 重降 一個月高位 那大成交 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是 因為其實保持著 這些 所謂的 這堆股份 都是問的 是 因為我真的沒有研究 這些 這些股份 資源類 所以試次回答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答案 是問我的話 這堆 你就跟隨 炒 因為我自己真的 不知道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興趣 我總是覺得 這堆是 即 怎麼看都不像 是會大炒那些 是 如果你看到 有個方向 短期 可以跟一跟 那真的大炒的話 其實我覺得 不會是這些 是 1053 是 今天有這些異動 還有一隻 看農化 三七五九 不過很肉酸 昨天 低位大成交 是 是 今天夾高 但仍然出陰燭 我就一般 有些 藥物類的股份 這一期 也是 封眼的 是 看小隻 是 看小隻 然後還有 27 有人問 一些賭股 剛才才說 都不是 都是 很害怕 真的 是的 你說27 其實 我們之前 都這樣說 到現在 其實我們 某程度 都開始覺得 政策 或者政治 氣氛 越來越不好 即中美關係 其中一 如果是要 副牌 其實最主要 都是要 美資公司離開 是 因為有一半 就是美資公司 如果你做這部分 會不會 令到別人 反制 因為那堆美股 或者美資公司的主股 其實全部都是 政治 黨派的大金主 來的 你搞了大金主 你斷大金主的迷路 大金主就會叫 登登 搞你 是 現在叫登登 搞中國 是 登登 是最歡迎的 是 有任何想法 放在桌上 是 是的 我擔心 我擔心 有若明 981 這些情況出現 即是可能 既然你不讓我玩 所有美資投資公司 有投資的股票 全部走 那你就 整堆堆下來 我 我 經過 好像剛剛 電動車 晶片 這些 其實全部都是 同一件事 一想到這件事 其實你就不要想 不關香港的事 香港是 中國 國內 最資本自由化的地方 嗯 這個風險 如果一動 別人一定報復 看路 各位 是 小心點 這些可以如早說 是 過了半年之後 我們會把這段片 告訴你 半年前說了 好像志哥那段片 是 幾個月前說了 最後也是這樣 是 另外 你剛才說的車 真的對得很厲害 是啊 沒有啊 1211 又尋底了 嗯 接近 開始回到 一個月低位去賣進 是啊 261元 大家小心點 剛才說有人想要熊仔 59159 找了一隻 這隻 這隻 槓桿只有八倍 不是特別大 收回價在兩九半 自己小心點 這隻是比亞迪的熊正 另外 有人問 剛才說了27 說真的 41 給了我 沒有鞋玩劇 說真的 輸少少當贏 真的不知道什麼情形 當然 我覺得 如果你是拿正股的話 你本身住馬不多 是可以坐的 嗯 因為其實你一元都是很低去買 不是沒有機會上回家鄉的 嗯 但是如果你大缺貨的話 我就真的 起碼都沽了一點 嗯 雖然說 通關的機制 是會好像達成了一些安排 跟我們 是 但問題是 你一熔斷很煩 你變成好消息 變成壞消息 嗯 好完之後即壞 你那個價錢 是否受到這種壓力 我有疑問 是的 所以我自己 都是不要搞住 或者不要搞那麼多 可以少住 如果你貨中長線 事實上 在40元這些水平銀魚 真的很便宜 是 是的 是的 那如果從這個價值投資法 你應該是低買高賣 是嗎 搏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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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預算要坐吧 一年半左右可能真的需要等 另外就是1929 周大福 他自己都說了 就是你昨天出消費券 你的一千元會不會去買金器 真的不會 然後你說通關 其實在限制之下來香港 那些全部都是貨商務 不是來買東西的 嗯 那就不會有好幫到他 好了 如果你說大陸的業務增長 那現在也在走 大陸很暢順的 是的 是無障礙的 嗯 所以如果照的條數OK 那是照的OK 所以股價跌到這些水平 那反映著什麼呢 我都反映著大戶或者幾個投資者 暫時真的要平起一下 嗯 對消費市場高通脹的問題 是有個戒心 是 所以如果你十四個六買的話 我自己都一般的 沒什麼意見 對呀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有給大家操作位 如果好像十五個幾個期 是 因為之前看它的前底 是大約十五個二 我們說如果真的穿了的話 應該是十一月二十四號說的 是 如果穿了十五個幾的話 那就要離開了 所以沒理由在這位 樓下再買回來 是的 如果你十四個六買回來 那你自己就要自行操作 是的 是的 這樣 都沒有 昨天吃飯 有一個很大的議題 就是 以後要不要回大陸做事 你們昨晚那些網友 在吃飯的時候 沒有沒有沒有 和外面的朋友 他們在大陸做很多生意 是 然後有個朋友說 老婆現在在問了 現在已經通關了 以後都不用回大陸做事 不用出差了 你過去兩年都做得好 那以後怎樣回大陸呢 就是 回鄉政什麼手法 你的男人台 是的 其實他們很惆悵 但是以後會影響婚姻的關係 不是啊 我聽一位財經KOL跟我說 他說報失張回鄉政 是 但是你這個人不在 就是回鄉政 是 那些短暫 短暫 一日來回 或者是 一兩日 我不知道啊 這樣 報失回鄉政 回鄉政在老婆手上 但是跟中女婿說 報失就做了一張身 是 就行了 蒙混過關 蒙天過海 這個不是KHO 不是 他用什麼 他都沒有老婆 你呢 娶了老婆才算 就是 三叔 三叔不需要交代 不需要交代 我去哪裏就去哪裏 多自由自在 正 那怎麼辦呢 那些男士 有沒有什麼解構的方法 沒有解構方法 因為過去都運行得很好 哈哈 即是很賺到錢 賺多了錢 嘩 那他真的不用回大陸 是不用回的 就是他自己的 又這樣說 當人人可以回 你又不回 那你就不行了 人人不用回 你不用回 就沒有問題 人人都可以回 而你不回的話 你就會輸蝕 你就會輸蝕 這個 通不通 我去看這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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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點24分 20秒 林小珍這樣說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吧 那下節又是Calvin 那報發人節 正在做23,322點 正在154點 成交有461億的 相對來說比較少 那大家看著自己的盤了 好 一天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Hilton 歡迎收看UPTV 新冠疫情反覆 造就了不少和摘經濟有關的板塊企業 而最火熱的在線串流影音平台OTT市場來說 Netflix已經成為了很多人生活的必需品 現在市值還達至3000億美元 其實早在20多年前已經有VOD Video On Demand 的概念 說的是 用戶可以隨意在網絡視訊系統上 描選他們想看的影片 而VOD系統就可以在串流影音平台上進行實視播放 也可以將內容下載之後慢慢看 Netflix就是串流影音平台的表表者 而香港其實都有Netflix估計 說的是HM VOD 8103 在香港串流行業正值起飛初期 公司市值正處於直播階段 市值約2.5億港幣 意味著日後的股價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加上本身權股集中 貨源歸邊 可以看中場線的發展 HM VOD視頻以香港為主要市場 除了好像Marvel、Disney這類大家試影片 也有不少地道港產片 當年都有自己品牌打造的影片 HM VOD拿邊人是著名電影投資人蕭定一 擁有當年中港兩地電影的投資經驗 明白用家的市場心理 過往都投資多套低成本高收益的電影作品 包括向西文記、冰封重新之門 和3D肉袍團之極樂寶鑑 近期還投資了一部很有話題性的電影 PDGF出租旅遊 HM VOD特色之一就是擁有最齊全的港產電影內容 再配合自家製的港產電影 令HM VOD視頻在兩岸四地 以至東南亞華人市場 都有不錯的市場知名度 另外HM VOD視頻還有其他優勢 例如他的拿眼3D技術 不用戴眼鏡就可以看到3D影片 最近還容許客戶可以由今年10月上訊 開始用比特幣去支付每月的會員費用 未來12月還可以自用FundCoin付錢 公司還說明會致力開放不同的支付平台 領導娛樂科技的熱潮 HM VOD在今年8月13日宣布 配售最多1699.8萬股股份 佔擴大後股本約15.76% 配售價每股2元 所得的款項還押3399.6萬 剩下約3226萬 用在集團業務經營、償還貸款和一般營運資金 而公司當日還宣布 以及截至今年6月底首季業績 營業額達893.3萬港元 按年升14.8% 現在HM VOD目前會員達到50萬 除了港產片目錄齊全 而歐美電影更加與戲院同步上映 現在在在線串流營音平台最火熱的時代 HM VOD只要加強在產業鏈上下 由層面上擴大規模 引入更多相關業者加入 租大市場的話 可以令到業務更多元化 而隔於新冠疫情之下 HM VOD已經計劃籌辦網上實時演唱會 還會向新人Show方面發展 最近還舉辦了大型十方綜藝節目 《敗者重新展》 找來張健星擔任節目的總監製 同時邀請趙渴兒、徐天佑、小肥、Master Mike等著名歌手助陣 也會趁機推出《老眼3D》電影觀賞服務 希望透過一連串的業務部署 去提升用家的觀賞體驗 搶佔市場的口碑 其實HM VOD在去年9月31日宣布以百毫半 以一公五的方式進行大注資 當時接獲了四份有效的申請 合共公股18.7萬股 即是涉資約15.9萬 其餘7,094萬股全部由包銷商包辦 上當於公司83.1%股權 HM VOD股價至上年9月30日宣布 以一公五的公股後 已經從低位反彈至現在約2元的水平 但相信股價還未完結 HM VOD單是以股權集中 利空因素消除等因素 短線股價翻倍 相信都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想收睇更多關於財經的資訊 記得follow uptv啦 最近太陽城集團主席周卓華 卓浩省迷華被捕的案件 成為不少人柴魚犯去的話題 周卓華自然在中國境內開始賭場 被溫州市人民檢察院發出拘捕令 澳門警司11月27日 拘捕了包括周卓華合共11人 大家都知道周卓華並不是一個泛泛之輩 但其實他是怎樣發跡的呢 出生在1974年的周卓華 在1994年開始在澳門賭場做達馬仔 達馬仔正式稱呼是博彩中介人 澳門政府在2008年的時候 宣布執行中介人行政法規 規定貴賓廳廳廳主和達馬仔都必須得到牌照 而他們的職責就是要找有錢人入賭場貴賓廳賭錢 在賠賭的時候 達馬仔通常會用面額價賣泥馬給客人賭錢 而賭場亦都會用低過面額價賣泥馬給達馬仔 而賺取差價 法例還批准他們 可以向賭場借籌碼給客人 再通過抽擁的方式來賺取金錢 周卓華在1998年的時候 已經看中了網絡時代的崛起 在菲律賓拿到網絡博彩牌照 而經營太陽城博彩網站 提供各式各樣賭博 更加以直播的方式 用真人莊家開牌 大受賭客歡迎 因而造成了他的第一桶金 沒有人知道他憑這一門生意賺了多少錢 但有相關的業務人士估計 最少達到10億港元 而眾所周知 澳門第一間貴賓廳 其實是2006年的時候 開在銀河旗下的星際酒店 在2007年 周卓華在那裏承包了一間貴賓廳 並且主要以一條龍方式服務內地富豪 由內地富豪準備出境去澳門 整個行程都是由貴賓廳的達馬仔幫忙處理 至於為何那麼多大賭客喜歡找周卓華 有傳是因為他以借足金額 不用先購數的方式 梅樂一注就在賭署裏面 抽取10%作利潤的方式去吸引顧客 由於不用即時給利息 賭客心理上會覺得賭本多了 也變得樂於借錢 他在短短10年的時間 就成為當地的賭廳之王 由2012年到現在 就上市公司的財報顯示 通過貴賓廳的收入 賺了接近114億港元 其中最近是2017年有21.7億港元 比2012年足足升了10倍 周卓華賺了第一桶金之後 就擴大攝的版圖 在2011年收購一間上市公司 叫做《紅龍控股1383》 後來改為《太陽世紀集團》 在2017年再改名為 《太陽城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周卓華在2011年 亦都投身了娛樂事業 成立太陽娛樂文化 從事電影製作及發行 籌備演唱會 和策劃宣傳活動 力叫金牌經理人王帕高的加入 當中投資低俗喜劇 《圓紅》等電影 由攝觸香港球壇 入主夾足球隊 天水為飛馬 之後譯名為《太陽飛馬》 周卓華今年中頻頻出現在私一頭條 當中最為人熟悉的 便是她和她的紅眼知己 Mandy Liu的新聞 至於今次的周卓華被捕 有報導指 由於《太陽城集團》開設的 《太陽城網絡賭博》平台 利用這個在線賭博生意 不斷劃掘內地客戶 還讓內地人不需要出境 就可以在家裡賭錢 而這個舉動 正正觸及了國內的開設賭場罪 其實在2019年 官媒已經有廣東國報導 點名批評周卓華 和《太陽城網絡賭博》平台 涉嫌違法 對中國社會秩序和金融安全 產生了巨大危害 隨著周卓華被捕之後 岸門賭博圈的生態 會不會受到翻天覆地的改變 豪刀骨的走勢又會是怎樣 立即要上UPTV的YouTube Channel 問下各位專家的意見 還有如果想知道最貼市的資訊 記得follow我們UPTV的Channel 還要加上TG Group 你就會知道最近貼市場的消息了 我最近贏了錢買了好東西給你吃 好東西?買了什麼好東西給我吃? 淡仔?我很少吃這麼便宜的東西 淡仔是哪裡便宜? 人家是上市公司 淡仔加三哥144間分店 人家是全香港最賺錢的餐飲股 217還嫌不人便宜? 你看這個多豐富 先試一下土肥雞翼吧 淡仔最有名的 我才不給你吃 剛剛說淡仔便宜 最多給你一口湯喝吧 只有淡湯嗎? 不錯 好吃嗎? 我沒有介紹錯 沒有 對呀你還沒說 你贏了哪支股票? 就是這隻 那為什麼你那麼聰明會留意2217 蛤?我要告訴你 我有看UPTV的Live 還有去過Telegram Group Leo說19號的時候已經說 譚仔會有動作叫大家留意一下 29號又再提醒你一次 你什麼都不知道怎麼賺大錢 蛤? Missed了 那現在衝進去還行不行 你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5號的時候Leo已經說不要高追 要小心 那你走了沒有? 我這麼聰明的走了 我會進Telegram Group 我失不好的時候 Leo還在Live說 說吃得糊的話就要走了 幸好我走了 2天後跌了10% 如果不然回去我就會吃 那我今晚馬上回去看UPTV的影片 還說快點吃吧 那東西都冷了 如果想知道各行各業的金融資訊 想知道哪一隻潛力股會爆升 記得來我們UPTVLive 還要加上Telegram Group 還有CLS三部曲 留言、讚、訂閱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Euchla 歡迎收看UPTV 最近Facebook改了名為Mata 反應公司對元宇宙Mataverse的重視性 其實除了Facebook 還有不少科技巨頭都紛紛走入元宇宙 例如Google、Microsoft 都投入了不少資源去開發元宇宙的項目 成為了資本圈最大的話題 究竟什麼才是元宇宙呢? 元宇宙這個概念 其實由1992年一本美國科幻小說 好,回到開始看真點的時間 星期五見到Kevin最開心 我覺得就放假了 代表差不多就是下班 每次都是這樣說 本星期五都和大家輕鬆一點 因為見到市場跌大了 見到市場的情況應該都不… 始終有個假期效應在 不是很膽敢賣東西 或者賣了東西 就要想一下是否應該要沽東西 市場跌至220點 23252點 其指方面 低水現貨6點左右 跌217點 23265點 但市場的成交 去到這個時刻都算幾高 513億 至於科指 乘著昨日美股納市跌小 跌了2% 跌了138點 報5683點 不要看這個 我們要看《愛維》 這個劇金 我們要看《愛維》 因為找到Kevin上來 有很多東西 早上我起床 大眼睛看完之後 我都不太明白 因為我們不是很… 對美股初歌來的 我相信大部分 可能這一年鬆一點 才開始玩美股 或者是經常都說 QE 說收水 其實那個意義是怎樣呢 都是慢慢地去… 進程才是慢慢加深 不過我看到昨晚 美股納了一點 星期四 聯儲局議會議 正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市場是夾的 然後到英倫銀行加息 市場就回了 不過又不是回得很多 其實那個儲局之間 還有歐央行 其實那個相關度 和他們不同行與行之間 他的收水步伐 或者加息時間 那個操作 其實那個影響 是誰影響誰比較大 然後如果萬一 他加他不加 或者他加快些 他加慢些 又會… 會不會構成一個很不同的情況 如果你說 央行和央行中間的關係 全世界一定是看美國 因為美金的壓力最大 深度最大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為什麼央行很多時候 加息會擴充通脹 其實那個… 很多你說大眾商品 能源價格 那樣東西都用美金結算 所以如果美金強的 如果你的貨幣太弱 你的通脹的壓力會大了 比如我們說昨晚 這個英倫銀行無端加息 因為你其實… 算不算無端端 其實真的無端端的 因為這個行長Andrew Bailey 其實他現在在英國的 躲著做Unreliable Boyfriend 是啊 上次你說過 不可信的男朋友 因為他之前試過彈出彈入 昨晚又彈多次 其實說了什麼給你聽 他又不是特意 真的想做一個Unreliable Boyfriend 我也是被迫的 因為你昨天看他們開會 其實加息這個決定 都是很多人 即是大比數 即8 out of 9 即是絕大比數支持 那你說的 其實為什麼呢 就是我想通脹令到 民生的壓力很大 你始終這些議員 或者你這些高位的人 都是選民投票出來的 民生的影響 他們其實是需要很重視 加上他們現在的Omicron 那些事情又好像越攪越和 是的 越攪越 那你想想很慘 因為如果你… 這些叫滯像 因為Omicron 他們又要封閉城市 經濟受到影響 但是通脹又上升 那你一般的市民 其實是很慘的 尤其是能源價格 你知道我們經常說 原油可能會跌的 你入油的油站 價錢不會馬上跟 所以你有這個反差 其實他們的民生是很慘的 尤其是你說能源價格 很多時候就是 譬如你的白宮總統 其實他們最關心的議題 再說譬如你前一天 譬如星期三的時候 戴威爾開聯儲局會議的時候 他講完 其實雖然都跟市場 預期一樣 收水雙倍 加息的步伐 其實都預算是明年 你講三次左右 這個其實也跟市場的期望一樣 所以你看到他講完之後 其實市場就像小珍你所說 他在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 市場已經是拉上來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的美金強了 譬如英國銀行 遲一天看到 如果美金可以不停上去 其實他通脹壓力大 越來越大 他必須要做些事情 這個就是英鎊對美元的走勢圖 都幾每況愈下 只剩1.33 之前去到1.42的水平 那這樣搞法 他再加息的話 可不可以幫忙托一托到英鎊 會 其實昨天他講完之後 已經托一托 但是怕就是不知道 托到差不多一刻又要回 因為始終 你英國加而已 之後又到美國加 你始終貨幣是相對的 其實利息也相對 譬如現在市場很擔心 因為美國兩年和十年的債息 其實是越來越平 說一下這件事 可能很多炒開股票的投資者 都不太明白 知息曲線平坦會造成什麼影響 其實一般市場的看法就是 譬如你去銀行做定期 你都預期下你的錢 越來做的時段 越來越高 所以正常的息 應該是這樣 短息就低一點 長息就高一點 因為時間長 長債的息率應該是偏高的 這是一個正常的U-curve 但是譬如 為什麼平坦的時候 突然有很多投資者會很擔心 譬如你每一次經濟衰退 或者市場大跌之前 之前的十二至十八個月 很多時的U-curve 會反轉 人們經常說 inverted curve 其實代表什麼呢 就是市場覺得未來的經濟會差 所以可能會減息 所以長息會低一點 因為期望會跌 為什麼要減息 就是因為經濟周期做得不好 或者向前看得不好 這些情況下 一般的投資者都很緊張 以及準程度很高 雖然你說有十二至十八個月的Lag Time 你說一整年 但是都很敏感 尤其是長期投資者會有這個 所以每一次 其實當線一直平均的時候 市場都會說 當然其實近幾年 人為因素多了 譬如你說 日本創仙河 總之他懂得什麼 他就不斷進去買 美國其實過去幾年 都有做相同的事情 沒有他們那麼過分 其實星期三的時候 鮑威爾在他的記者招待會的時候 他也有解釋過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市場不需要擔心 為什麼美國的長息跌下來 主要是因為其他央行的債券利率太低 例如日本、德國 其實都是約零這個水平 即是沒有息收 也不明白為什麼要放進去 你放進去是因為你相信銀行 你相信政府多於你相信銀行 其實唯一的原因是這樣的 所以繼續 因為其他行的息都是偏低 他們的長息都是偏低 所以導致美國這邊都偏低 也這麼說 如果你是一個債券投資者 那邊就放了錢在那裡 肯定沒有錢賺 這邊也有兩厘 不如放進去短債 如果出現債息到掛 之前也有試過出現指標 之後出來的結果是否真的差 之後的經濟 其實是很準的 我想知道參考性有多大 參考性很高 只不過是時間差的問題 就好像剛才說 很多時候出現了這件事 你都要12至18個月才能看到下調 如果你是長線投資者 那就重要 你是短線的 其實你覺得也沒什麼意思 可能炒個新聞會更多 嗯 OK 還有我看你昨天做開節目的時候 都有問到公用股 那些保健類的股份都升得多 那是否反映了部分市場資金 都對前景看得審慎呢 我覺得保健股真的要一點點看 可能美股的保健股就沒有這個問題 前幾天你都看到2269這樣賺下來 也是怕美國制裁那樣東西 是的 那麼美股那邊怎麼看呢 你這樣說 其實香港的股市 其實兩大因素 你看7、8月的時候 其實你都看到外資的影響 比北水大很多 所以當美國的市場有影響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大部分情況下 香港的市場都會低下 那麼 譬如這個星期比較弱一點 也是因為美國多了制裁方面的消息 也有多了公司 讓人加上一個名單 如果你是外資基金的 可能你會擔心某些股票 可能會被人制裁 所以你會減榜 即是有實際的情況出現了 譬如你講美股來說 其實兩類型 比如你說保健類、藥類 其實真的很跟疫情有關係 譬如你疫情嚴重了 譬如Moderna、mRNA的股票就會升 但是有時如果突然 他們有些研究報告說 可能你的藥股有沒有這麼有效的 那你就會暴跌 所以其實你說保健股、藥股 跟疫情的關係 現在的敏感度是很高的 但是譬如你說公用股 其實傳統來說 譬如有些大的消息公佈之前 或是大的活動公佈之前 好像星期三 就是聯署局C. Powell的記者招待會之前 其實有些投資者會想減榜 那基金減榜是不能持有錢的 那基本上都會逼買 例如複雜的那些 可能他可以把錢放在債券上 所以譬如你看很多時候 為什麼股票跌 債券會升 債市升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因為這些錢會轉動 但是不是每一個基金經理都可以買債 他們就會把錢放在相對穩定的行業 這個就是公用股 避一避 其實永遠來說 那些人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始終現在市場的息很低 和聯儲局泵這麼多錢 其實很多人的槓桿很高 如果你的息去到某個位置 或者你的流通性跌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市場就會倒閉 你當作每一個地方都會變成交易 你說每一次市場大倒閉 例如去年2、3月那段時間 COVID-19的情況下調 其實是一些信用股軟 人們最擔心的是這些事情 那就是所有事情一起倒閉 但是正常的時間底下 總有些事情會升 總有些事情會跌 總有些事情會跌 總有些事情一起倒閉 不過沒有 你走出來後 就是預算要還 想當初你這樣 好像無限量的 QE的時候 一輪、二輪、三輪 去到這一刻 你就就是要還 所以也造就了 為何這些加密貨幣 爆得這麼厲害 就是人們想要一個Plan B 是 不過其實加密貨幣這件事 我又覺得一陣陣而已 有時購買又有時不購買 我覺得市場仍然不是那麼全面 資產不是那麼普及 你不是那麼容易買 還有大家可能對那個看法 有些還是比較保守的投資者 他又未必願意去做這件事 我其實看到加密貨幣也是比較弱 這樣說 不要說一些 就是奧特幣那些 你只是說BTC、Bitcoin 其實自從BTC出了 在美國出了ETF之後 其實大升那一陣子 就是因為它出了ETF 那麼多了些主流的投資者 可以買到這件事 所以也都令到其實Bitcoin 跟股票 尤其是NASDAQ 科技股的相關性高了很多 比如以前你說是低於0.5的 現在你說可能有0.6、0.7 所以你會看到 比較高 其實主要是因為 投資者多了 那你一班人 負責的時候 他會沽 科技股 他會沽上Bitcoin 很多時候 其實是供應和需求 做成的 價錢的升跌 不過他這一陣子都倒了很多 那些錢都會漏走 6萬多 7萬 不過他每次都做完 底之後 又再創新高 不過可能這個時間會不會買 你永遠都不知道 但譬如你說蜜蜜界的人 覺得 蜜蜜界 4萬7很硬 他們覺得 Bitcoin 是鐵底 然後Ethereum 4000是鐵底 不過這些所謂的鐵底 就會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 所以其實鐵隨時可以變玻璃 是 很難說 其實剛剛我們未開始節目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四無日 即是怕空頭回補 就會令到市場有震盪 其實四無日是什麼 即是去到四無日 一聽到名字就有點怕心都寒 要斜一斜 這個名字是什麼 即quatruple witch day 或者人家有quatruple witching 無就是無私的無 其實是什麼一回事呢 其實就是 期貨期權的結算日 但是為什麼四無是特別厲害 譬如現在可能 做美股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現在可能 稍微熱一點的股票 其實你也是 可能隔兩天 就是一個結算日 很短 對 譬如說每一個禮拜 我看到很多人用禮拜去做 對 是 禮拜的那些 就是短炒 但譬如以前的期貨市場 和期權市場 沒有那麼蓬勃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每一季都是一個 這些日子 就不是現在這些隔幾日 或是一個禮拜一個 就是3月、6月、9月和12月的第三個星期五 那今個星期五就是今天 就是今晚 在這些情況下很多投資者會做什麼呢 就是他們會遮蓋他們的位置 會補倉、轉倉 譬如我如果短一隻股票去到12月的 我會撐前去到1月 如果我的討論仍然是 如果我想停止的 就等它延期了就會失去 所以其實代表什麼 就是在這些結算日 尤其是大結算日的時候 那個交易量會升很多 你說美股一般來說 是比起平日的四毛日 是多四至五倍多的 很多的 很誇張 因為好像是貴傑 是啊 可能你期止結算日 其實那天的交易量都會比較大 只不過美國第一個量比香港大很多 而且它主要有四天 因為你冷門一些 那些股票 其實它可能不是每一個月有一個結算日 可能它是每一季只有一個 所以每個都是 貴一定是最準確 最多、最普及 是的 甚至你每一個禮拜 或者你看每一個禮拜 其實四毛日到期的那些選擇 流通性是大很多的 即如果你看今天的流通性 和上個禮拜的流通性 其實是有明顯的分別的 亦都代表什麼呢 就是因為流通量大 會多人交易 所以一般來說 人們覺得波動性會比較大 但是就不是特別說 它會向上或向下 是的 即是沒有一個方向 是的 但是譬如按這兩個禮拜 至於Reddit 你知道他們現在的影響力都很大 是的 是指標 他們就覺得因為很多人 是在沽空的市 他們可能需要在四毛日補倉 那就會夾 是的 就會夾 所以他們覺得今天的市 可能會夾 但是數據來說 根據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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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歷史來說 交易量會提高 以及可能改變一個波幅會比較高 但是Reddit 他無緣無故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理據出現呢 沒有 那段時間他們想聊些什麼 就聊些什麼 他們想指聲 他純粹覺得是這樣 是的 亦都這樣說 By definition Reddit的人 最喜歡買一些 跌了很多的股票 如果他們喜歡買這些股票 尤其是 譬如 很多香港的投資者 看美股 就覺得 其實美股很硬 不停向上升 發生什麼都會向上升 但是 其實 整個美股 基本上是十隻股票帶著 就是你最大的十隻 那很多 譬如 那些人 或者 那些人喜歡買的股票 其實是跌了很多 譬如大家熟悉的Zoom 一定不會陌生 其實 譬如這些股票 是跌了很多 很多這些顛覆型的股票 其實是跌 其實他照計 疫情間生意應該可以 交到業績 應該這麼說 過度衝勁了 這個是 為什麼很多這一類型的股票 就是上年升得這麼厲害的原因 就是 那些 李嘉誠概念股 其實 很多都 中了 其實他們 現在的股價 可能跟19年的時候 不差很遠 也是 也是因為上年 疫情的關係 令到 那個轉型 那個結構性轉變 加速了 那些人不是很憧憬 譬如這些股票 可能是 譬如未來的 Microsoft 這樣 但是 始終 很多了 是的 憧憬和現實的業務 的部分 不一樣 是的 還有你講 就算2000年科網股爆破的時候 譬如Microsoft 都跌了很多 但Microsoft 最後都是 王者 來的 之後 是贏家 真的實在做到生意 是的 所以有些期望管理 你說開 我看你 好像有朋友 都問你一件事 就是之前契媽估的 那些 就說她都是 很糟糕的 好的時候叫契媽 不好的時候 就 粗口難舌 是的 那契媽也認錯 其實 她之後都不認 契媽不認 不能認錯 其實契媽為什麼這麼出名 主要原因就是 她在2018年的時候 說Tesla 可以去四千元 我講賊之前 其實那時候要升十一倍 還有你知道幾年前 Tesla 大家都覺得 很多基金經理都覺得 是要沽的股票 當然最後劫死我 都是對沖基金 但是她確確實實在 2021年的年頭 真的升了十一倍 你做了這麼大膽的預測 她中了的時候 就聲明大噪了 所以其實契媽真的爆紅 都是去年年尾 今年年初的事 現在都說 Bitcoin應該是五十萬 是 五十萬嗎 她說五十萬 五十萬 五十 其實很多行都說 有三十萬 五十萬 但是契媽應該是最厲害的 你說現在升十幾倍 這個位置真的很難坐 是 但是她的問題 有些什麼呢 我想大家都很記得 一件事 就是年頭的時候 那些人經常說 美股要怎麼做 不要緊要 我們來看契媽 契媽買什麼 我們就跟著她買的 破壞性創新 破壞性創新 顛覆性創新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整天 第一 它的尺寸越來越大 我建倉 可能需要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 去建倉 但是它是ETF 透明度比較高 它又要告訴別人 它在買什麼 然後人們就跟著它買 那你建倉的成本 會越來越高 那你很難不影響你的表現 而且你紅的時候 ETF代表什麼呢 它不停賣錢下去 它又不停去繼續買那些股票 那你就把股票夾上去 人怕出名 豬怕肥 都是這樣 反正影響了它的投資部 是的 所以其實投資界很多時候 都要滿聲發大財 但是最嚴重的是什麼 是這件事 反過來走的時候 當乾媽的光環開始退色的時候 那些人就看著它出什麼貨 就追著它來沽 而且你不停的人 去熟回它們 放在ARC的基金錢的時候 它又要不停去沽貨 去付錢給投資者 那你就做了連鎖效應出來 所以 惡性循環 是的 所以被乾媽的垂青 可能是死亡一文 就是你不知道的 可能是毒藥 但是 亦都這樣說 它永遠都可以反過來走 如果遲些 下一輪這些顛覆性的企業 又 周期又回來的時候 可能 可能 它是最快爆的那一隻 可能是的 真的可能 我真的不要看死別人 別人真的都好過的 但是 我的感覺上 開始的人就不提他了 就是把他們放在一邊 多了時間 也不就繼續看看Tesla 那些芯片類的 但是我想問 為什麼 NVDA 那些芯片 這一期 不斷說 那些決心 是的 但是 追了兩棍 好像沒什麼力氣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啟示 主要都是 升特了 兩個原因 例如NVDA AMD 不是沒有反彈的 這些股票 其實它有兩大因素影響 例如你第一大因素就是 芯片短缺 芯片短缺的時候 它能否解決到供應 很重要 NVDA 其實跟台積電的關係很好 而台積電也相對交到功課 例如你至少比Intel 那些會好很多 但是也是產能不夠 一定有影響 但是 第一它做高端的事情 還有它軟件做得好 軟件做得好 做得好代表什麼 你不用這麼多硬件 你不用這麼多硬件 就不需要這麼多晶片 譬如NVDA 現在做出來的數據中心 它的尺寸 可能跟以往的技術 和其他對手 可能是十幾個百分比 這樣的尺寸 代表硬件需要少 因為NVDA 其實它放很多 它的R&D 在軟件的開展方面 譬如它相對 其他晶片公司會做得好些 晶片是它第一個行業的引導 第二件事 其實NVDA 都是元宇宙的 不是第一股就是第二股 不是它就是Roblox 但是元宇宙這輪的主題 是弱些 可能之前炒過了 或者這輪 其實因為加息的原因 可能增長股 科技股又多了一份壓力 嗯 OK 所以小心點 不過其實決心這個浪潮 其實要繼續捕捉 是不是 即是你始終 你現在科技的發展 你沒有晶片 你沒有晶片的話 其實你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比如買一個電腦 你都等很久了 不要說你現在訂車要訂 你現在在美國 譬如你去的車行 你不是現成的客人 買車是不做你的生意的 買車 很誇張的 是啊 就好像去買那些MS袋 你要是買開 我才拿一個漂亮的袋出來給你看 要配貨 或者預約得來 還要 你們不可以進去 請給那個袋我看 不可以的 沒有啦 我覺得今早也有提過 真的可能只有芯片 只有天下 所以間間 可以盡量不依賴供應商 芯片供應商 去自然營發 都多了 例如Apple 都想尋求可以自主營發芯片 不過路途還是有點遙遠 還有一些距離 怎麼能夠一時三刻 就做到這麼高端的芯片呢 好啦 今天謝謝Kevin 跟我們說了這麼多 獲益良多 好啦 我們待會回來 會繼續跟大家跟進的事 拜拜 好 拜拜 謝謝